第一個先去用Firefly 108我覺得用AI完成應該更簡單 衣除人物、人跟車加一些東西並且展開 其他的話大家要了解一下他們的新功能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Firefly的右上角會有一些其他的相關工具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順便了解一下Adobe Express 或者像Foloshop 裡面還有一些可以幫你生成一些字 像這邊有一個什麼? 字型 比如說你要產生什麼字 在這邊打一打 可以自己加 它會產生字 不過現在還蠻方便的 細部的功能 我想你們有興趣大概稍微把它了解一下 目前我是覺得它這個平台還蠻好用的 但是就是目前如果你用的比較頻繁的話 恐怕就要另外花錢了 所以它這邊等你用到差不多的 它可能會出現說請你要今天的量 這個月的免費已經用完了 你可能要升級 升級的話你把它點進去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邊就有價格 其實我看好像現在很多軟體公司都在說這樣 就是可以用免費的一部分 但是等到你用的多的時候 它跟你收錢 那你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它幾個計畫 有一個月多少 應該是一個月的吧 一個月156 還有一個月的300多 那各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點數不同 一個月的話有100點 這250點 那我看過了 那個一點大概是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好像100 如果你假設用的太多的話 那一下子好像又用不夠了 所以這個我想你們之後建議是可以真的多多了解 像這樣的一個AI生成工具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繼續再來針對這個202題的部分 來做練習 所以首先的話它這邊一樣 就是它有提供的兩個檔案 所以待會這個TIF檔就是完成的樣子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大概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然後把它已經打開了 這個是完成的 基本上就是 主角就是這個鴨子 然後呢 另外就是它的背景 背景這個要自己產生的 還有這個最後的背景 大概後面這個東西要把它做成 一個像這種圍繞的感覺 所以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它說要先開啟什麼 開啟這個鴨子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開啟鴨子 那開啟這個PSD02 然後01,02 所以待會可能有一張 先開這個 我先開這個鴨子這一張 然後呢 要做出什麼 抑化的效果 所以把PSD02-01的這個部分先打開 然後呢 它要我們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類似像這邊看到的 所以第一個可以看到 蠻明顯的 就兩個地方 一個是眼睛的部分 一個是後面的尾巴的部分 尾巴好像往上翹 有點像那個羽毛 然後往上翹的感覺 那這邊的話是平平的 所以這邊看得出來 所以這邊往上翹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它有些提示 它說請你用什麼 使用液化濾鏡 修飾鴨子的眼睛跟尾巴 必須柔順自然 如結果檔 OK 所以首先的話呢 它要我們用濾鏡裡面的液化 所以你找一下 基本上呢 在濾鏡裡面 就會有液化這個效果 那液化點開來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介紹過這個功能 其實非常簡單 首先的話呢 它有一個 當然眼睛放大跟縮小 其中的話呢 有一個叫縮攏 縮攏就變小 那你先點取縮攏工具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筆刷 筆刷大小 如果你覺得100太大 你可以再把它稍微縮小 80 大概80 我想差不多 接下來的話 你就點選那個 眼睛的正中央 因為你點一下 它會縮 那縮的話 那個中間點 就是你要往內縮的 算一個圓心吧 所以你把它點一下 把它一直點 這要縮多少 可能你們就是參考那個 最後完成檔 完成檔的話 這沒辦法切過去 最後也許 我們就先縮縮看 大概有個大概就可以了 眼睛把它縮小 兩邊最好眼睛比例一樣 我再點一下 而且還蠻快的 所以這個縮攏工具 跟膨脹工具大概就顛倒 也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 某個五官要大一點 你可以再把它放大 假設啦 考試應該不是要考你嘴巴 要放大 那當然你就可以 先筆刷才會放大 筆刷大概150 看150 150差不多 OK 把它放大 嘴巴把它弄大一點點 你看看 這樣可以馬上有一個膨脹效果 怪怪的 全部復原 再來 這個縮了 這邊可以調 筆刷大小 所以 大概 眼睛把它縮小 點一下就縮一下 OK 縮小 接下來 就是這個 羽毛的部分 不過這羽毛的效果 其實我真的做很久 我覺得這不好做 因為呢 我們需要用什麼工具呢 它這邊有個叫 紙尖 彎曲的工具 然後呢 當然這個彎曲工具 你不能用太大的筆刷 因為你太大的筆刷 一刷 它會變成整個 整個牆 有沒有 拉一下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大一點 然後去調整它那個 凸起來的狀態 因為我發現它這邊 是這邊往上 這邊再往上一點點 所以你這邊先可以讓它往上一點 讓這邊保持一個 一個水平吧 然後呢 讓它第一個 先把這個 先筆刷 調一下 比較大一點 然後呢 再來調小一點 40 40記得 這個手指頭 這個向上彎曲工具 按住不要放 然後慢慢往上 放開 有沒有 它就會有一個 突起來的轉 那如果你要剛剛往上 我試過 大概20 甚至更小 20 往上 有沒有 它就會翹起來 那你就瞬間 把它往上 放開 往上 放開 有沒有 它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出現 那至於這個虛虛要幾個 因為它只是要接近 沒有要完全一樣 所以你就是讓它 有沒有 讓它往上一點點 OK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再更小 那就10 然後再把它往上 有沒有 它就虛虛更小 更淺一點點 OK 如果你這邊要多一個 有沒有 如果要撐之不齊 有的多有的少 那你就是可以在這邊 再加一下 OK 有沒有 有的這樣 有的那樣 OK 好啦 大概是這樣 不過真的不好 讓一模一樣 長這樣 有點失敗 不過大概 檢測減 好了 那你看完成了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只是方向 它是往這邊 所以你們到時候 可能還要把尾巴 先讓它往這邊一點點 然後這邊再往 所以有點像長這樣 所以你們可能待會兒掌握一下 可以先把這個 這個地方先變成像這樣子 然後再讓它往上 然後這邊可能 這邊多一點點 這邊多一點點 這邊少一點點 少一點點 大概總共 羽毛大概123456 78 9 10 11 12個啦 OK 所以你就大概掌握一下 大概就可以了 沒有一定要 100% 當然你做越接近越好 OK 好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先完成這部分 那接下來當然 後面還有什麼 最難的應該是這個聯繫 那要怎麼剛好做一個聯繫 放上去剛剛好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